大家好,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,10月22日是華航皮卡丘彩繪機CI220的首航,鮑勃運氣很不錯的搭到這班飛機,就來簡單的分享首航的體驗吧。 從Check-in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皮卡丘的蹤跡,進入海關之後,哇,馬上就發現皮卡丘,大家排隊跟他合照。 也有這種大型的看板可以拍攝紀念照。 這次的首航我們拿到不少紀念品及輕食,還有免費充洗出來的紀念照。 那我們就吃個輕食邊看飛機吧。 加飛是全台首架的寶可夢彩繪機,總共有11隻寶可夢。 登機之前發現皮卡丘居然在登機口出現,寶寶馬上跟他補個合照,真的超可愛。 飛機上面當然也不馬虎囉。 枕頭靠墊有皮卡丘的圖案。 清潔袋也是。 我們又拿到貼紙跟原子筆當紀念品。 殘盤跟杯子上也都有皮卡丘。 大概三個小時,鮑勃終於回到熟悉的東京了。 趕快再跟皮卡丘才會計說掰掰。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搭到。 我是鮑勃,大家下次再見囉。